美国Puriculate Energy公司近日宣布 已经推出一款革命性的新型硅负极材料 能量密度超过520瓦斯每公斤 是传统石墨负极的2到3倍 而成本却降低了三分之一 将于第四季度开始量产并交付市场 将彻底改变锂离子电池市场 尤其是电动汽车领域 这意味着现有锂离子电池的续航将得到成倍提升 电动汽车迎来了革命性的改变吗 Puriculate位于密西根州 我找到该公司的网站 但没有多少这种材料的具体信息 只是声称这种材料是当今市场上容量最高 循环稳定性良好 已经过商业验证的恢复级材料 尤其是在长循环期间 库仑效率几乎达到了100% 也就是说几乎不会衰减 另外在阿贡国家实验室的测试中 这种材料可以达到8C的惊人超快充速度 Puriculate聚合物机制硅纳米颗粒 可以在负极中替代一部分的石墨 这意味着无需改进任何制造工艺 就可以在现有生产线上 制造能量密度更高 更便宜的锂离子电池 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替代5%到15% 能量密度可以达到355到410瓦斯每公斤 替代25%到545% 能量密度可以达到450到500瓦斯每公斤 替代555到100% 能量密度可以达到530到870瓦斯每公斤 最关键的是这种硅负极材料的架构 Puriculate声称它的成本 只有35美元每千瓦斯 而磷酸铁底电池中的传统石墨负极 目前成本是53美元每千瓦斯 这意味着在能量密度提高两三倍的情况下 成本反而降低了三分之一 无疑极具竞争力和革命性 尤其这种材料马上就将开始量产 有些讽刺的是 Puriculate称它们已领先竞争对手几年 这些竞争对手主要可能是在美国 因为中国的竞争对手面临严格的进口关税 而且主要是在那里的电池领域 一旦说中国出口电池到美国关税很高 难以和Puriculate公司竞争 真的是此一时彼一时了